天窝三密柚子茶 百变大咖秀 现在继续 欢迎大家回来 我经常在错乱 就是你今天到底模仿的是谁 大家好 我模仿的是小龙女 你可不可以稍微用小龙女的方式 跟你的过儿互动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过儿是独臂 你是独腿吗 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喝小油天窝蜂蜜柚子茶 百变大咖秀第四季 那各位亲爱的朋友呢 也可以下载我们 湖南卫视的电视互动 手机客户端呼啦 和喜欢大咖秀的朋友 一起来交流 好了 我们这个短信互动 VCR一起来看一下 你认为谁是本场 最百变的明星 欢迎进入 圣秘抹茶护肤短信互动 幸福亮夫 磨磨好肤色 编辑姓名 发送到106698207 就有机会 或圣秘抹茶护肤 提供的领盒和iPad4 听说你这一季开始 要跳蒙古舞是吗 因为我一直就在跳藏舞 但是他们说 有没有其他民族的 我说我有啊 那最后再跳一遍藏舞 然后来一个蒙古舞 好不好 好 来 来 看声音乐 肯定的 5 5 4 3 5 7 6 菇菇 你回头看后面好多姑奶奶 姑奶奶是怎么跑上来的 奶奶奶等一下 这些节目组送给你的礼物 真的假的 以后都有伴舞了 也没有 蒙古舞你也会啊 会啊 蒙古舞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第三组 谁对谁 来 请看 王月鑫对贤子 王月鑫 其实王月鑫想起来 好像他参加比赛节目的时候 好像就在昨天 但其实也是六年前了耶 六年前了 但是他这次回来 非常有纪念性 他要唱当时在比赛的时候 让人印象深刻的成人曲 Vitas的那个 对 好 我们看看王月鑫的表现 来 给我请看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缩粉吧 因为标高音 是需要底气的 缩粉呢 可以锻炼我的肺活量 所以只要让我说完粉 别说是标高音 就是标天外来音 到毛的问题 听好了 Vitas的歌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 所以我一般的人都不敢挑战 那这次我去跟雪曼老师碰面的时候 雪曼老师也看了一下我最近的嗓子的一些状况 他觉得我问题还蛮大的 你吸气了吗 吸气了 再试一次 哇 真的会破 哇 发不出声了 我建议你今天休息 因为睡觉是最好的养 今天没班上课 不要让他休息 那我自己也和徐老师商榷了一下去怎么样完成这样一个表演 那徐老师告诉我一个最关键的要力 就是一个字 紧 屁股要紧 腰要紧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救人要紧 啊 郭老师 郭老师怎么了 郭老师 郭老师 我来救你 所有的高音要上去一定要夹紧 是 一定要夹紧 你要记得就是一拍就是告诉自己 就是这样就上去了 那接下来我要完成我的这次表演了 希望你们给我加油 王雨昕没问题了 你不能顺便 我定下来勇 将把鞋要大努力 你当下来勇敢 我行 前面择 自己繁明 我行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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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你们的关注和爱戴 我爱你们 你做好事你不就是那种说粉的人吗 说完粉整个话都不配学的 你搞的模子 来 谢谢王悦兴 哇 你是个好帅的老外 是的 他的皮跟以前不同的技术 他这个是软的 因为虎虎那个是能抠下来一块 它是辣 你的是什么材质 就是做导模 也是做导模对不对 这个材质会比较好 就是你的会贵一点 为什么虎虎不能用贵的 虎虎怎么好说呢 其实我是自己花钱做的 我们要谢谢刘吉芳浩团队来做的 我们这个特效装很帅 我们听听看我们观播嘉宾的意见 首先是许晴辉老师 你真的完全就像一个外国人了 而且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特别想要去强调他那种Vitas 那种贵族般的那种骄傲的眼神 是 他今天也做到 做到了 然后他整个嘴角 左边这边会这样 兜起来这个好帅啊 你看 真的 维加的点评 哇 你的鼻子跟我的有点像 你唱海豚那一刻 我就觉得像回到了参赛时的你 还蛮感动的 很感动 很想哭 你知道他把斗篷那样摘下去的时候 他都全场惊艳呢 就感觉到 你比如说刚才在斗篷那一瞬间 今天在后台我们聊了半小时 我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他也不知道你是谁 好 谢谢 谢谢王瑜 谢谢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闲子要上场了 说到闲子 大家一定会记得《醉清风》 也会记得和韦伯一起合唱 《不得不爱》 天天都是你爱 那个非常甜美的女生 是的 他其实来拍片大卡秀 他本身还有点心里有点小紧张 有点紧张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 不是一个搞的女生 不必要啊 你看那个黄灵也还好啊 开始不搞 来久了就搞了 而且呢今天呢 我们这个闲子要表演的这个 其实是非常美的一首歌曲 叫做《孤单芭蕾》 这是许慧心的 非常非常美的 而且还有那个跳舞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闲子的魔法 大家好 我是闲子 虽然表面看起来 我是一个温柔鲜熟的女生 但内心里呢 其实我是一朵奇葩 我想有别于平常的我 做一些摇滚或者是舞曲的改变 这一次我要模仿的大咖是 许慧心 不断芭蕾这首歌里面有很多芭蕾的动作 身段啊还有一些眼神啊都是很空灵 让我觉得有一种女神下凡的感觉 那个转身要漂亮 那你的转身就很硬 那许慧心她比较擅长用哭腔去演绎她的歌曲 所以今天一直就沉醉在一个 比较荡的情绪里面 感受一下那个哭腔 我们的情绪会全部挤到这一个鼻子这边 所以 但不是变成 希望我女好的表现 是 alle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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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相信爱有一种永远的能力 忘记你爱我的原因 明天起我不认识你 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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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像 很像 很像 特别是侧面 这个侧面 然后有一点点低头的感觉 舞台也做得太美了吧 非常美 等一下我们让小龙女也上去转一下 好吧 锁呢 锁呢 然后我都想要扮丑啊 演一些怪的 或者是演男生 对对对 然后节目组说你第一次来 你还是不要太吓人 节目组真的对你还不错 你之前还不赢的包贝尔 很多人从第一次来 包贝尔来的时候 没有人跟他 包贝尔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啊 我今天让我们观摩嘉宾看完我们玄子表演之后的评价 首先是许杰辉老师 我觉得玄子你刚侧面看特别像 而且你那个舞蹈动作真的是很好看 好 来 维佳 这是一个以假乱真 高贵 完美的表演 哇 这是维佳很少会这么点评 因为前面可能也对比了包贝尔的一些 干嘛老说包贝尔 对 这节目看到现在真的是让你觉得有点不忍心 因为你看从第二组开始就好看起来了 第三组 特别美 我们的那个 第一组你看坐那儿 连人叫你都没有 没有 包贝尔自己也说 原来他们是这种水准 那我应该准备好一点再来 没有 没有 包贝尔 我们还是很爱你的 很棒哪 包贝尔 对 OK 好 我们听听看 姐姐对于刚才 贤子的表演的点评 我觉得真的好像许晖心 是 对 而且她真的很认真 就是从 不管是妆啊 服装 到她的表演 我觉得都是很 就是做得很到位 很有气质 谢谢 好 辛苦贤子 来 请坐 好 接下来交给我们 来自全国歌迪的100位的 我们的观摩方圈的朋友 如果支持 王月鑫的VITAS 按蓝色的按键 如果支持贤子的许慧鑫 按红色的按键 交给你们了 来 请准备 好 来看 3 2 1 哎哟 哎哟 我们把这两分呢 交给VITAS 王月鑫 现在还没有得到 加分的朋友没关系 因为我们马上有 大咖你来猜的环节 大家认真的来看 我们六位朋友来请看 下面的短片里面有问题哦 好 来 各位请看 一起来看 大咖你来猜 大咖你来猜 上周五的 我是歌手完美收官 今天的百分大咖 第四集上班 哦 有亮点 摄像英明 明天怎么搞的 啊 油条油条 就算石油条 老板 你是清楚的啊 因为最近当时也发生很多啊 公斤母猪都被灭了啊 公斤母猪都跳回来炫琴了 但是你不让我抱啊 你还来教秀我来了 赶紧去找偷条 不然的话 靠你公司 哥 别生气 我去 我去 这个意思啊 你每次就扣钱扣钱 只要威心的要扣钱了 你再扣钱 要怎么活啊 嗯 明天 将有一场大事发生 咱们全是出赚保安线的精神 防范 大事 走 吃住 跑 走 港区 走 快 simultaneously 老板 我已经捡了 我现在到达了B局 B局 WC局 打开 打开 哇 不愧是电视 这么多电视机 多么 还是踩电了 这是什么东东 大咖来了 哎呀 你来了 明天就要开始 请问明天的头条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进入大咖 你来猜 到底明天的头条会是什么 我们听听看六位的猜测 这个天马行空随便怎么猜 我首先听孙坚的答案 你写好了吗 齐琴要来了 齐琴 就是因为不是有一个齐琴的 那个感觉说话声音出现吗 你觉得那个声音是齐琴 小哥的声音是吗 好 好 鲍贝尔 最后我看到一个笑容 就是蛮像罗大佑的 是不是罗大佑老师要来 我猜测 罗大佑老师要来 好 罗大佑老师要来 好 来 刘立昂 我觉得应该就这个吧 The X Factor The X Factor The X Factor 中国版的X Factor 中国最强音 威塔斯 要开播了 威塔斯好稳 坐在那儿 我不太懂英语 那个中文 英语 你先搞清楚你在哪里 谢谢 谢什么 就会说这一句 快猜一下 就是X Factor 就是中国最强音要开播了是吗 对对对 好 鲜子的答案是 中国最强音 中国最强音 好 虎虎的答案 中国最强音加入了新的评审 是谁 是林俊杰 脚点王 脚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最后的答案会是什么 请看 大咖 你来猜 你来了 明天就要开始了 请问明天的头条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心情就两个字完了 不会 我来接党 因为爱情 我们是朋友 哈哈 玩音乐怎么能想到我们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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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的第一场选 希望是后来 所以这个算大家答对了嘛 对不对 刘丽阳 王月鑫 和贤子 恭喜三位 可以加上两分 各位亲爱的朋友 广告之后 您没事闲着干嘛支持的百变武侠 将派出剩下的三侠 挑战华语歌坛的经典组合 小虎队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天窝蜂蜂柚子茶百变大咖秀第四季 全面出京 林俊杰走过十五年 新年不复地 甲板小虎队跳舞很忙 乖乖苦乖 林俊杰遭遇大胆表白 其实我本来就很美 你走我挺美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情侣窝 天窝蜂蜂柚子茶百变大咖秀 马上回来